我現今的工作屬於夜勤的部分 那大多新進人員一開始都是從夜勤做起 那夜勤在白天的話主要是以 帶他們去接見到固定定點接見 然後到定點看診等一些比較瑣碎的工作 那夜間的勤務的話主要是以一個設房為主 就是他們在休息那你要在那邊巡邏 然後去處理一些他們可能發生的一些比較瑣碎的事 有吃藥或是生病等一些情況 那日勤的工作主要的話是以工廠或一些小單位為主 那你主要就是他們一些瑣碎會來找你 那你要幫他們進行處理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覺得我想講一下就是主要監索工作 我覺得有一個優點吧 就是他的放假相對是多 就是如果你相對你只要排特休 你要出國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 你只要排兩天特休 你就很容易有連續五天的假期 但是相對不加班的情況 就容易比較有 而且你的時間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人家可能在上班 你在休假 所以你其實出去玩 不用跟人家冷靜 那至於很多人對監索會有一個就是比較黑暗 比較封閉的影響 比較封閉是真的 因為監索是資訊流通較少的單位 但是實際現在已經比較偏向人性管理的部分 就有點類似 就是我們就是長官的角色有點類似你當兵遇到的機車班長 對你就是當個機車班長的角色 你要要求他們管理資訊什麼的 那並沒有想像說用暴力或是什麼 你大概就是相對一個 你是一個領導在管理他們的角色 對相對來說 並沒有想得那麼黑暗 那當然是比較封閉的環境 可能也是會有比較一些 資訊不流通或是 或是別人所不知道的一些比較痛 比較比較 別人所不知道的 就像別人都不太知道 你這個工作到底辛苦在哪裡 但實際上 對是你可能需要比較高承受的心理壓力 主要是心理壓力的問題 那主要在執勤方面其實就是一些執勤技巧 那是一個比較容易上手 但是不容易做好的工作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當初想要考監鎖的原因大概有幾點吧 第一點是因為監鎖這個科目本身是屬於比較多的考科 那他的考學人數相對是比較少 所以他入學率是偏高 那男女分該考的話其實通常 男生一般來說 其實一般啊一般來說 就是成績平均還是比女生差異 所以他男女分該考到造成 就是男生的考取率會比較高 然後他同時也是其他考科目的取率是偏高的部分 那第二點是他的薪水 就是加上危險加級 其實是比一般高普考 一般普考來說 就通等的普考來說 他的薪水是比較高的 然後第三點是他的假日 但是休假的時間會比較多 那當然也有相對的確認 就是可能你的日夜做事會比較不正常 那我大概考慮的幾點大概是這樣 在公務體系來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還不錯的工作 但是要能接受這樣的環境 因為他的環境其實是 沒有大家想的這麼的黑暗這麼的差 但是他的 因為你管理的人是一些受刑人 所以你同時會需要一些管理技巧 就是你工作上的管理技巧 然後 所以 所以你要能接受你是跟一個犯罪的人 在做管理 甚至跟他交談聊天 就是你不能對他有既定的影響 然後 就是你把他當正常人相處 然後不要有太多的既定影響 而如果你沒辦法接受 我就覺得這份工作可能不太合適 就是不太適合 大概是這樣 我們 現在請學長 能夠我們 慶幸 談話一下 來 藥考檢所 加入學 YES